大家好 我们的南下之旅 现在是来到了贵州 从山东到贵州 我们开了2000多公里 在期间我们经过了 河南 湖北 湖南 在接下来的行程呢 我们是以贵州 然后呢再向周边其他省份去玩 这呢是贵州的松涛苗族支县 苗王城 这个景区主要所看的 就是围着苗族的居住地苗寨 前面这里就是围一间苗王 所住的地方 苗王城 这是它的一个城门 在这个城门两侧 就是为它的城墙 上面全都是为这个大石所砌城 这是迎龙门 也是整个古城最坚固的一处门 从这开始进入这苗王城 这苗族呢 它也是唯一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每当有大型的活动和祭祀 就是在这里所举行 接龙 这龙呢在苗族也是为吉祥 和勇敢的象征 和汉族是差不多 在那里还有这神柱 这苗王呢 它在部中里面是很有权威的 这一处的高校楼 就是为神叛台 如果谁做错了事 在这里 就要接受惩罚 苗王约法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这个杀人放火 无论放到哪里 他都是有错 然而我们在这里 是看到一条堕落罪 像十八到六十的人 如果这男子呢 是不好工作 堕落 有所好闲 赌博 他就有罪 这女子呢 不会仿制 不干家务 不做饭 这也是罪 这轻的要求紧 这重的 要剁手剁脚 在这里还有一条 如果这男子抛弃女子 还有女子 或抛弃男子 这一样是有罪 这是伦理罪 这虽然呢 是剁手剁脚 是比较严重 但是呢 它的价值观 和伦理道德 还是树立的比较正 大家认为呢 在这里的这种桥呢 大多都是围着 旧地取材 一层层的石头 落起来 这时有一些苗语 母如 走在这个斯坛小道 还是比较的幽静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是在一个旺季 它这里会有很多 像富王古城那里一样 攀着苗珠服饰的人 来着这里拍照 会更加的美观 前面这一处 看似普通的石门呢 它是应有着六百多年的历史 它那可不仅仅是防备的作用 在这个苗主人心中 它是一个吉祥 出入平安的意思 平安门 我们走右手边 这条小路是蜿蜒曲折 上面就是为这种吊脚楼 在这里有一家 这里有这个车 像是生活区 还有挂的衣服 在这一处宅镇呢 它上面是贴了很多的红纸 在这里面还贴了这双喜 不知道是景区所做出的这种情景 还是真的有村民在这里所举行婚姻大事 它这里的这种建筑风格 还有这古朴的味道 是非常适合拍这个影视作品 就比如这一家 这里写着 翠翠家 这是以前拍冰城汉子 里面的女主角 就是在这里所住 上面还有这民族服饰 还有仿车 真的是在2010年所播出的一部剧 大家看看有没有看过这部剧 一看这里呢 就是唯一处老房子 忠厚传家 上面应该是这个磨东西的 没没锁 能不能进这里 这是它里面的样子 我们在眉口看一下 就不进去了 在这四周呢 是山市环绕 一片绿色 在这样的一个小寨子 住一个阁楼 是非常舒服 翠翠规格 去看一下女主所住的房间 这里面它是摆设了一个老式的大床 还有柜子 那里是有窗 翠翠师在这里住一住 还是非常的有感觉 我以为呢 它这里是一个纯商业的景区 但是我们好像在这里是看到 真的有人在这里所居住 听到了做饭的声音 现在我们开始走到外面 它这的很多老窝 都是为以前这影视的拍摄地 这又是唯一处 当时伟大的转程 就是在这里所拍摄 这种房子很多都是为这种二层 上面还有一些道具 我们去看一下 很多枪 背包 手榴弹 它这种设置呢 在北方是很少见 在卧室之内是可以烤火的 上面是挂着东西 几个朋友在这里坐一下烤一下 很好 这渺望城呢 它是分为这上寨和下寨 这卡着门就所谓它的一个咽喉之地 从这里所进去 它一个古炎物场也是在这里面 这里还有一个建筑 特别是像炮楼一样 这整个寨子的路呢 它是蜿蜒曲折 如果在这个巷子突然有一个缺口 如果敌人进入寨子 就可以从这里对他进入一个偷袭 在民国时期 这里也是打过非常著名的巷站 苗王呢 是这里身份最尊贵的 我们来看一下当年的苗王 五黑苗 在这里所住的房间是什么样 在进来这个梅后呢 它有一个这个工具 应该是捣东西的 把东西放在这里面锤 这就是为当时他所住的一个房子 在1540年 因为这苗王五黑苗 他不服这个大明 想和明朝对着干 历经十多年 这明朝才把它镇压 掉了十几万大军 当时的苗明呢 是费劲万难 才把它遗体带回来安葬 刚进来是吓一跳 他真的是有一尊树像 所穿着苗族服饰 手拿大刀 后面应该是背着弓 这是一侧的厨房 里面还有一个卧室 在这个大床之上 我们看到是挂了一把刀 可以看出这苗族 也是非常的善战 在1928年呢 这里是发生过一场大战 很多的苗栽故居 都被烧掉了 这个苗王故居 是难得保存的之一 聚在一起烤火 应该可以煮点东西 在这个门口呢 我们是看到了一块踏实 上面是有很清晰的图案 它呢像是一朵花 在这里一样是有很多图案 有点像岸八千 这苗王城呢 它是居高临下 一守南宫 再加上这个墙 全都是为这种大师 所累住 固若金汤 当时这里的起军和官兵 进行作战 官兵是史上无数 正当是金明官 这以前呢这里是为一座木桥 后来改成了一座石桥 这条河 它不仅是美景 也是可以保护苗王城 如果是在风水期 会很漂亮 在我身后呢 它就是为苗王府 这是整个的苗王城中 最壮观 最有代表性的一处建筑 在它门前有一个非常大的观景台 在这里是可以看四周的山景 下面就是为悬崖 这吊脚楼呢 是这里的建筑特色 它是立在悬崖峭壁 配合整体的山景 很漂亮 下面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条长河 现在是枯水期 没有水 现在呢 带大家到这个苗王府去看一看 这是在以前的遗址上所修建的 但是也是用很多能工巧匠 在这里做出了雕刻 全设为这吉祥的寓意 开始走进苗王府 在正前方就所谓它的宫殿 哇 金碧辉煌 在这大殿里面呢 也是做的非常的气派 大气 在这个正中间的宝座两侧 是有这苗族人的树像 在正中间的这个宝座 还有屏风 上面是绣了很多龙 还有缝 它是很有这黄群的特征 它这个屏风呢 设为这个木雕 最后是贴上了很多金箔 虽然是在景区 但是它也是唯一一件这艺术品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逛的苗王城 现在我们继续赶路 去前往下一个地方 再见 这次贵是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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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贵